哈喽 今天我准备去逛超市 那我们就出发啦 这是全副武装的状态 我准备出门 现在在车上 等到的超市再拍给你们看哟 好啦 我已经进商场了 现在准备下楼去超市 就是看起来还好对吧 至少没有你们想象中的非洲那么荒凉 超市已经到了 然后外面呢就是卖衣服的 里面就是卖食品的 一般我就逛这个食品超市 现在我们拿一个小推车 好放东西 花就在超市一入口这里 一般有玫瑰 百合 向日葵 菊花这些 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玫瑰 哪个女孩不喜欢玫瑰呢 好啦 小可爱就是你啦 跟我回家吧 总共是1325 对人民币是10比1 所以就是132块5人民币 OK 哪一袋小南瓜 是15块5一袋 再拿一盒卤笋 44块5一盒 这里是蛋糕区 然后这个蛋糕巨甜 比你磕的CP都甜 然后是乳品区 然后比起牛奶 我更喜欢喝豆奶 这是一升 30人民币 现在是伪健身达人 向你们介绍健身好物 牛排 然后我一般呢就会选择吃肉眼牛排 因为它感觉瘦一点 这一块是112块5人民币 迷你黄油牛角包 听起来就很好吃对不对 而且感觉很简单 就是直接放到烤箱里面 烤20分钟左右就好了 然后它这就是那种做好的面包胚 然后直接放到烤箱里烤就好 我现在就是在排队 它地下有那个地标就写着 用普语读就是 Bout favor, respecte ou distancialment social 就是请遵守 社交距离大概是1.5米还是2米的样子 然后我现在就已经换完了 我现在是这样子 然后我现在就是在买单 我说我在莫桑比克你应该不知道 但我说莫桑钻你应该知道一点 下次就带你们逛这家宝石专卖店 今天的超市go vlog就结束啦 拜拜 然后呢我专门带你们来看看上面的海景 然后如果下次你们还想看一下 我刚才说的那家宝石店 还有就是这边的甜品 还有这边正常的超市 平民的超市 那就关注我吧 我们一起去看看 有关照 Game 对 笔 我们这边基本上 然后 现场 感谢观看